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Kenji 楊子儀 很開心這次第一次以BEGIRL的身份 和大家分享我的護膚心得 相信如果有看過我的頻道的朋友 都會記得我曾經拍過一段影片 是關於玫瑰座瘡的 很多時候一年裡 我都收到很多朋友inbox 我問到底你的玫瑰座瘡有沒有辦法 用什麼護膚和化妝品等等 其實這一年裡 我的玫瑰座瘡都會 偶爾因為天氣的影響 又或者我去了其他地方旅行 適應不到當地的水質 會令到我皮膚惡化 今次想和大家簡單地 分享四件在這一年裡 我覺得用過又不錯 又可以舒緩到我皮膚的產品給大家 第一支和大家介紹就是這支Dermont Quich 記得用之前要搖勻去 這支Dermont Quich 主要是模仿了K-Summerville Oxygen面部護理療程而設計 除了可以為肌膚注入氧氣之外 當中裡面也有透明質酸 和植物的碎取物 達到深層保濕和長期保水的效果 另一支都是來自K-Summerville 羊奶浴霜 你見到摺出來之後 都比較稀色一點 沒有太稀身 不會用完之後黏粒粒 當中的植物油 植物油 葡萄紫油 可可巴油 都可以製作保濕滋養和抗氧的效果 另外也有迷迭香和金柳梅 也可以製作鎮靜消炎 和修煉毛孔的作用 除了每個月肌膚比較敏感 那幾天我會用它之外 有時做完針清 又或者是脫毛的Laser之後 那幾天我都會使用它 因為它是可以有效 令到我的皮膚的傷口 癒合得更加快 第三支介紹給大家就是 LaVolgePosay的精華 它裡面的活性聚合態 是有抗炎活性成分的 可以改善到敏感症狀 另外也有溫泉水 可以減低充血和抗刺激 除此之外 裡面的花青素是水溶性的 所以吸收率 遠遠比其他抗氧化的物質更加好 可以妨礙紫外線和輻射 質地比較乾爽 保濕之外 也不會有黏黏黏的感覺 夏天用真的一路 最後要和大家介紹就是 RPFITA C-Lavender 它裡面的分衣草油和維他命E 可以做一個滋養 抗氧化和穩定細胞膜的功能 當中也有乳油木果汁 它滋用得來也比較容易吸收 有這個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加強肌膚的保濕力 對中肝性和受損肌膚可以加以滋潤 裡面也有療囊素 可以做一個抗炎 舒緩和幫助肌膚組織再生的功能 我自己蠻喜歡這支細細枝的牙膏狀面膜 有時我會把它放在冰箱5-10分鐘 冰冷後再敷上面 雖然對護膚功效起不到速中的作用 但可以提升舒緩和真正的效果 基本上玫瑰座瘡不能完全根治 所以當肌膚出現問題 第一時間大家都要注意的就是保濕 除此之外 另外飲食習慣和壓力都會令肌膚變差 所以大家都不要忽視這兩點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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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娜